落主任落區,這個現象,立刻很多官員,不同的局長,不同的司長 大家都要落區,這個現象可喜 終於有人落到基層,興取民意 好了,給大家一張照片看看 習近平主席1983年,在河北,就在大街上擺桌子 就上來聽民意,這個是中國共產黨 推行民主管治的一個正常的手法 他們是落區去聽問題,然後做好延條 然後就制定政策,馬上要去改 好了,這次大家一起住到農屋,開始劏房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長久都已經存在了 我說回這20年,就是一頭一尾 我本來由一些叫做幾尖尖自喜的態度 變成我覺得我現在自己比較羞愧 羞愧我是香港人 我不得不說,不能夠不這樣說 大概20多年前,我就去參觀美國一間大的電腦公司 因為當時我是科技記者 聽到一位高管,是一位女士 她在演講,其中提到一部分 她當時考到名牌大學,即某間 接到電話,馬上飛下來 原來她住的地方,當時在上海 有20幾戶每人,我想每個人都共享的電話 我想看這件事,好像12家房客 想當年,即那個年代,我是80後 80年代的大學生,所以我叫80後 我們80後這些畢業生,去到90年代 大部分都已經是有能力去置業的了 基本上都買了房 買了房,可能再買出去 這個就各人的不同的選擇 不過總之大部分我們都能夠置業 我們的同學由這個公屋,或者是由這個堂樓 住板房,完全是已經得到社會流動 我們鄉上流,我們擁有自己都不錯 我想起碼平均都有500呎左右的 所謂的小單位 坐在這裡聽回,真是90年代末到 即20多年前聽到這一位 他在上海長大的高管,即是 學內的高管,做到美國的買公司 他原來之前,我想都是他 10年8年前,都是整家 20人,7萬1個所謂的 即是叫集裂無章的舊樓 我們真是幸福 我都忘記了香港不會有70年家房客 不應該有板間房 好像我們看這個不坐帆白面的電影 當時我身邊的同學 各個都有樓 有些人不只一間,不只做得好 好了,20年之後 最近這幾年我經常聽到有樓屋有劏房 有些什麼問題呢? 這20年我們做了什麼呢? 香港算不算是一個小康社會 習主席在2017年提到 建設這個全面小康社會 一個都不能少 建設這個共同富裕 一個都不能調隊 這是他對中國的承諾 想回頭,今天 國主任看到那些劏房 人均所佔的居住面積是2平方米 即是一張床 我先頭還以為 是,香港人均很落後 人均居住面積是160平方尺 原來西到原來不是的 2平方米尺大概20尺 是吧? 我們人均遠不是160平方尺 納米樓是140到160平方尺 大概等於一個停車位 甚至不如所謂劏房 56點幾平方尺 不是米 50多尺 什麼比喻呢? 跟赤柱監倉差不多 可能還比較小 我此刻才覺得20年前 我在這裏 即是說 這個上海高官 原來剛剛脫盤沒多久 都是從一個20人大的共住單位 開始上樓了 不過都遲過我們香港 我們早就打算了 我還有這些自豪 去到今天看看 駱主任駱區的新聞 告訴我們 原來他看到那個劏房 是有25天 真的好像我們聽上海 那位高官所說 他之前的童年 或者是少平的生活 這10年多了 所以 駱主席就宣佈這個 中國進入了這個 小康社會 我們還要向這個 總體小康 和全面小康 奮鬥 但是我想起 如果有人住在2平方米 有人躺起一個納米樓 等於車位這麼大 住劏房好像住監倉 這樣的居住環境 你猜有多少人 20萬 香港是不是全面小康社會 我很懷疑 也都很羞愧 問題就是很多人 有些人說現在就好 很多官員去下區 去看 下區的不是官員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要將整個香港的上層建築 完全改建 什麼叫上層建築 這20年為什麼 我們原來沒有建過地 沒有填過土地 沒有開發過這個叫做衛星城市 我聽到所有推遲的理由 真的和我 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 看過 英國的諷刺劇 英國的諷刺劇 跟著來的 yes prime minister 如出一遲 英國有什麼問題 今天 變成三流國家 這70年代 都還可以的 看劇的時候 我看過劇應該是80年代 很有這個領略 領略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英國這麼落後 英國為什麼這麼原地踏步 而香港近距離 很不幸 我現在才能反省 可以反省得到 我們所說 英國很多百年之前 搞大憲章 製造民主選舉 設立國會 很成功 普世價值 值得鼓勵 因為限制了一些貴族 黃權 資產階級的保護 問題就是 資產階級的保護 這是新興階層 英國的傳統貴族 劉津建設大學 那些畢業生 就是 yes prime minister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他們就是 政府的官員 即是那些所謂司局長 即是我們所謂司局長 他們做行政 他們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這群貴族 原本是一個統治階層 因為引入了一個 所謂英國的選舉制度 國會制度 於是這群貴族 例如以牛劍學生為代表 他們會被逼交出一些權力 給當選的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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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不服銷 他們就在那裡 在那裡 你每次選舉 有不同的人進來 但問題是 整個官僚系統 是他主導的 他做的就是 批准你 我不要說實例 你看回 yes minister yes prime minister 他們的智慧就知道 我想回 那時候 梁振英 他說他做特首的時候 想拆 某些宗教團體的橫額 於是負責部門 說了一百串的程序 司法程序 行政程序 部門協調給他聽 他就做了 prime minister 就做了 minister 有了這個選舉之後 沒有令到 英國 管治有什麼提升 這是大家的謀言 看回 yes prime minister yes minister 你就知道 始終所謂牛劍的精英 他們就用他們的方法 去抵抗你 你選出來的人有什麼用 幾年就轉了國 一事無盛 七十年代看 沒有實例 去到今時今日 你看到英國 你就知道 你也體驗到什麼 真正的民主 不是說什麼 國會選舉 不是什麼 一人一票 不是限制什麼特權 最重要是民生 民生 不能不講一筆 這些就是香港二十年來 除了這個 香港的民官 和英國的民官 一默相成之外 還有香港 是被人設計了 叫做 議統計劃 什麼議統計劃 其實相對於 所謂的奶嘴計劃 就是說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 有一班的資管家 覺得 長次加下去 一定是貧富遠處 一定是有 不同的所謂的 矛盾出現的 所以他要做一個 奶嘴政策 等你們最深夢寺 看明星 香港就不是奶嘴政策 不是搞什麼明星 這件事 一向 香港都 之前是幾正常 這個叫做 議統政策 不過媒體 當我老師 譬如說 英國的制度是好的 美國的選舉制度是好的 有選舉就好 過沒有選舉 我現在深感到很大的感受 或者說有選舉 所以搞到英國這麼大的矛盾 是吧 權力沒有完全交出來 是吧 於是否楊共陰為 你們那個就以為是民選的很大的事 原來去到你又要靠民官 民官又說我不想跟你分享權力 你誰來做都好 聽我的 於是否搞到 大家在我一面 我一面就完全做不到事情 這二十年 我想是香港的極致 因為沒有英國人看著的話 沒有人可以控制到這班民官 民官做的事 當然要做最容易 最方便的 最好什麼都不要改 說這條簿 走進基層 說笑 所以說現在起到這個問題 就說很多官員 很多高官 很多這個權力下去 我想這件事似乎是觸錯用神 不是大家下去 說哈佬 民安慰 而來想一下 怎麼搞定你這個民官策定 怎麼搞定這個民官策定 是思維 是法國民主 是法國民主 這個就是我們的教訓 不要再說 民主應該這樣 這樣 看一看秦江 他建這個美國的一個基金會裡 很詳細說了什麼叫做中國式民主 之前都說過了 在此就不想重複 不過由今次下主任 下區我們看到 領悟得到 我這二十年 又叫做一些議器方法 到現在有一些羞愧 我真是有所體驗 不是大家一起跟著 下主任下區 回去你的辦公室 想一下怎麼把民官 怎麼把這個制度 一起改變 把這個文化改變 這個才是重要